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0月25日 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跟進一下近日土瓜灣有一宗圍偶案 據報有個男子被人圍偶 相關的案情內情曝光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據報又是和黑幫有關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 提醒各位近日內地多地的醫院 都出現了肺炎之原體感染 是病來的 然後本港有機會有這個情況 加印香港最新錄得都約摸100宗的情況入院 是怎樣的情況 是不是新興的病毒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各位網友這段時間都要多加注意身體 尤其是天氣都不算穩定 突然之間凍突然之間熱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的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土瓜環為偶案的內情曝光 據報道是黑幫14K的四眼拳 教修兵道 遭到老點一整夜 生氣到爆 結果兩道刮這個聖火 笑雲 然後再遭到覆卓 報導的留言看到 土瓜環新碼頭街 日前 10月23日 發生傷人案 有個男子疑似遭到十多人為偶 頭和手都受傷 清醒送卷自你 撕襲者情空過後逃走 據了解事件源於一場由毒品交易引起的爭執 消息說 活躍於左敦的黑幫和聖火的人馬 蕭雲 早前向黑幫14K的人馬 四眼拳表示 可以向他出售一批冰毒 不過期間 老點了四眼拳 一整夜 四眼拳疑似有感 被人棄弄 被人整骨 於是露極 掌刮對方一巴掌 因而結下怨恨 近日 笑雲在與四眼拳 起爭執 再次遭到對方掌刮 笑雲 前晚 於是 叫了十幾位 手下來到 去到新碼頭街 襲擊四眼拳 復卓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又是黑幫之間的一些情況 據報近日 土瓜環 有個人 被十個男子 為偶 原來他自己都是黑幫人士 曾經掌掛另一個黑幫 和毒品交易有關 結果被人覆卓 不過這個情況當然是相當令人關注 因為 10點多 比較早 夜繽紛 若然 央及遲餘 累及無辜的市民 就大件事 因為附近 仍然人來人往 結果在街上 無端上映了 10個人 唯有一個人 另外也提醒各位老友記 根據HK01的報導 有關 肺炎 資源體感染 香港 已經錄得約 100宗入醫院 教授就說 嚴重個案 多感染幾個病毒 報導的內文看到 內地多間醫院近期 肺炎 資源體感染患者 急增 令人擔心 本港會出現同樣情況 港大醫學院 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 臨床教授葉柏強 在電台節目中表示 現時每個月 錄得約網 100宗 因為肺炎 資源體感染 入醫院的個案 暫時未去到 好像2016年 又或者2019年的 高峰期 他表示 肺炎資源體感染 是常見的病毒 市民無需過份憂慮 因為他 都是常見的病毒 他補充 留意到現時的肺炎 資源體感染的 嚴重個案 大部份 都是同時 感染了幾個病毒 特別是 新冠 和流感 所以 呼籲市民 盡快接種疫苗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香港最新 錄得約網 100宗 入院的情況 不得不妨 雖然 數字未去到 2016年 或者2019年的高峰 但是這個 肺炎資源體 的感染 在近日的內地 多家醫院都有 加上近期 越來越多人 不上的關係 兩地的居民 不知道 會不會有交叉感染 教授就說 嚴重的個案 估計 感染了 好幾隻 不同的病毒 可能同時 中了新冠 又中了流感 也有 結果各位網友多家留心 尤其是這段時間 市面的情況 尤其是 氣溫也有變化 也有病毒的橫行 各位網友多家小心 保護好自己 另外也講講這件的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 有一間公屋的鐵集 被鐵鏈鎖上 連鎖匙洞 都被封了 網友看完 大家一起猜 那個原因 報導幾日文提到 有市主日前 在公屋討論區 發鐵文 並上載照片 照片是某間公屋的單位 外面 是拍攝所得 顯示有一間新型的公屋 白色的閘門上 有鐵鏈鎖住 而鎖匙洞 被人用白色的膠帶封上 市主懷疑單位被封鎖 十分之好奇 當中的原因 於是發鐵文問 發生了什麼事 被人封鎖 有網友好奇猜測 問 是不是被人收回房子 也有人說 是不是沒有交租 所以被人趕走了 更加有人表示 遺體發現 都會這樣做 但有網友 看完照片過後 認為那間公屋單位 並非被人封鎖 而是正在進行翻新工程 就說 如果是封屋的話 門口 是會貼通告的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話說近日有網友 就看到有間公屋單位 被人鎖了鐵鏈 封鎖了鎖匙洞 於是就覺得 很奇怪 拍一張照片 在網上問大家 請教意見 結果有些人猜 是否發言遺體 又或者是否被人趕走 等等 最終估計 應該是翻新單位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沒有見過這個情況 不妨留個言 聊一下 另外也都說說這單熱話 話說這個HK01的報導 有個大叔 在乘狗巴的時候 看鹹片 以為沒有人知道 怎知遭到窗戶倒影 出賣 全直播 報導機流聞看到 話說有網友 在星期二 在小熊書之上 就說 坐巴士 看到前面的大叔 竟然在看這件事 就為提發貼文 上載照片 笑言 以為看不見 其實看得見 並加上 笑到哭的表情符號 照片顯示 那個大叔正在坐在巴士上層的車廂 左邊靠窗戶的位置 本來椅背 是完美遮擋了 後面乘客的視線 但由於大叔的旁邊 這個座位旁邊 就是玻璃窗 加上窗外的環境 正昏暗 大叔的舉動 和手機的畫面 被玻璃的倒影 出賣了 原來 戴上耳機的他 正在聚精會神 用手機 看的鹹片 畫面 清晰 可見 事件引來 網友的熱烈討論 笑言 一大清早 就說 老當益壯 亦有網友表示 都很好 阿叔戴了耳機 否則 可能 很尷尬 就是這樣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脆文一側 這個大叔 就說 坐九巴的時間 看鹹片 本來以為 沒有人知道 不過 坐在後面那位乘客 就看到了 加上玻璃 就有倒影 這樣 結果 大家都笑 大讚 這個阿叔 可能 老當益壯 當然 雖然在九巴的時間 搭公共交通工具 避免 以免 成為熱話的主角 另外也提提各位老友記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國家的移民管理局 就說 在5月以來 超過364萬人次的港澳居民 是遲 過了期的回鄉證過關 報導的內容 國家移民管理局 新聞發言人 在記者會上表示 港澳居民 來往內地的通行證 延期的政策 實施了5個月 已經有 364萬位 人次的香港人 和澳門居民 持延期的回鄉證 暢信過關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純粹提醒各位 最新數字 就說 過期的回鄉證 都可以過關 最新的數字 已經有超過364萬人次 曾經用過期的回鄉證 都可以過關 不過相關的做法 記得 是去到今年 12月 31日 之前 按道理就應該要逐期 逐一張回鄉證 之前搞不定是因為 那些回鄉證的中心排隊 都要排幾個月 結果 用這一招 容讓大家 繼續用過期的回鄉證 可以過關 最新的數字 已經有多達 364萬人次 曾經用過過期的回鄉證 過關 也意味著 如果這300多萬人 還沒搞那個 續期回鄉證 都幾麻煩 去到年底的時間 才搞的話 到時又不知道 搞不搞得遲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天 拜拜